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麥式音響的YouTube Channel 那大家目前所看到就是我們這個LG電視的一個展示區域 在我右手邊這是一台LG今年度的77吋LG C3 OLED 那接著在旁邊你會看到兩台65吋的電視 在上方是這個LG他們家今年度的一個旗艦產品叫G3 OLED 那在下方我是重複又擺放了一台65吋的C3 OLED給大家去做比較 因為很多的觀眾朋友其實都會很好奇說 LG他們家的C3跟G3雖然英文字母只差了一個單字 但價格卻差的非常的多 那到底他視覺上是有什麼樣的一個差別呢 那藉由這樣同尺寸不同型號的直接的兩台做一個對比 我相信來門市的一個觀眾朋友或消費者 你一看就可以知道兩台的整個感受到底差距在哪邊 接著在我身後呢 是LG他們家的Q&AD86是一台mini LED的機型 但其實呢Q&AD86並不是今天的主角 但既有這樣子就是mini LED與OLED電視的一個 大家透過相機去感受這個亮度的差異喔 我覺得就是也算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比較 接著在我左手邊的後方 大家會看到一台不是那麼完整的電視 其實它是去年的這個97吋的G2 OLED 所以其實我們的門市 同時有這個去年的G2 今年的G3以及今年的C3 你可以藉由這樣子實際的體驗知道說 去年的G2到今年的G3還有什麼樣的一個改進 那以及如果你今天預算是在C3G3上面猶疑不定的 你要怎麼樣去做一個選擇 就是你直接來門市你就可以很快的去做搞定了 這樣子 好 那這次的影片我覺得主要會有三個重點 那第一個當然是講說這個LG這幾年 他們在OLED結構上面的一個改進 那第二個在講說其實今年度的G3 它是有用到一個非常厲害的科技元素叫做MLA微透鏡陣列 這個可以後面跟大家稍微聊一聊 那第三個就是對於某些假如說你真的是很忙碌的觀眾朋友來說 這個今年度的G3跟C3在視覺上的一個觀影的差距在哪裡 會跟大家聊一聊 所以其實這部影片不會講太多關於假如說LG他們家的一個 作業系統啊或他們家的接孔或是外觀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 簡單來講就是它跟每年都非常的像 那大家看其他的YouTube的節目可能也都會看到 那這集跟大家 就是更多的聊的是一個 使用上的感受以及呢 為什麼我們要去買一台OLED電視 那以及呢大家所比較可能擔心的就是 OLED問題 好 那在之前我們在錄Sony電視相關的節目 我們有講說 這個原理我覺得這個要放到後面 也許後面幾集 去講 為什麼呢 因為坦白說如果你現在你要找一台所謂正宗的OLED的話 那其實是要以韓國LG為首 為什麼呢 其實在這幾年的一個大尺寸的OLED面板供應商之中 LG它一直都是出於龍頭 就是這些年它一直都是這種 大尺寸面板像是Sony的 機型 部分的面板也是LG它去做供應的 好那 就是 第一個問題來 很多的一個觀眾朋友或消費者他們遇到OLED 他們心中第一個卻步的在於說 聽說OLED好像都會有 烙印的問題 導致它的壽命就是比一般電視來的短 這樣子 好 那既然要講到這整個的 問題就講到這個事情我們都要講一個非常久遠的故事 有機發光二極體其實它整個發光的結構你可以想成是說 我們對這個有機的發光二極體 它去施加電能 那這個有機體當中的電子 它接受到能量之後它就會 躍升到比較高的能階 這樣不穩定的狀態 它會想回歸到穩定的時候 這個電子它回歸到低的能階就會放出光 就會放出能量 那這樣子你就會看到 所謂的 就是 亮光跑出來了 那早期的一個 OLED結構其實它採用的 RGBOLED 就是三元色的一個 算是紅色的OLED 然後藍色OLED 綠色OLED 三元色燈珠的結構 這個時候 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在於說 RGB三元色的這個OLED壽命 其實他們是不一樣的 什麼意思 假設今天你在 播放一個 白光的畫面 這個RGB三元色的燈珠同時去做 如果發射 這個時候如果紅色的這個OLED燈珠 它的體力或它的壽命比較早被耗盡了 那你這個時候你在顯色上面就會開始比較有問題 所以呢 LG為了改善這個方案 所以他們提出了所謂WOLED WOLED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它把這個底層的發光層 都採用了白光的這個 OLED的 算是結構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就是都發白光嘛這樣 然後接著呢它的光會透過一個叫做Color Filter 綠色層 就是有紅色的綠色層 綠色的綠色層 就是藍色綠色層 三元色 去做發光 那這個時候 問題就來了 因為你以前的RGB的這個結構 它是直接沒有綠色層的 它是直接打向你的眼睛的 你現在加了綠色層之後 你的亮度就會 有所的減損 那亮度有所減損之後 LG它就想出了一個方案就是說 那這樣我在這原本的RGB的三個指向素上面 再去多加一個叫做 White 白色的這個指向素 去提升它整體的亮度 那看似起來這個亮度的問題解決了 可是 它還是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 就在於說 你的顏色的這個色域的範圍顏色的鮮豔度 是比起以前的RGB的OLED來講 是比較差的 但是呢 由於這個 簡單來講這個WOLED 它很好的改善你 關於烙印還有壽命的問題 所以從經濟的角度來看 它是 目前來講算是比較可行的 而且LG在這幾年其實他們一直去改善 OLED的包含它的一個原料包含它的結構 像我看線紋線就是 其實現在LG他們在這個 底層的OLED的這個 發光的 結構當中 它做了多層的結構 什麼意思呢 你就想像成 今天你的OLED燈光假如說第一層有人陣亡了 那它就用第二層的這個OLED結構去做補上 所以 大家所擔心的烙印以及壽命的問題 其實這幾年 LG已經改善的 非常的多了 再加上呢 今年呢 LG又發表了一個算是爆炸性革新的技術 叫做MLA 這叫微透鏡陣列 其它英文就叫做 Microlense Area 就是微透鏡的一個陣列組合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它並不是一個 電視領域獨有的一個科技 其實它這幾年發展出來包含很多像是 照明 車用照明也開始用上了 因為它可以改善整個假如說原本的一個焦距的問題 改善燈光的方向的變化性 算是一個 呃 前途來講 發展很大的 各個範圍 各個產業都可以用到的一個技術 那在以電視來講呢 其實它改善什麼東西 像你看到的 從你電視底下的那個 OLED發光層 到你眼睛所看到的時候 它其實經過了很多一個 多層的一個結構 那經過這個多層結構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光會受到 會有 折射 會有反射的影響 所以今天 底層的這個OLED燈光 它們發出了100%的一個 燈的強度 但你眼睛的時候其實可能也 也許只剩下的這個20% 只剩下30% 那這個 MLA 微透鏡正列 它被加在這個多層結構當中 它就希望光在通過的時候 它能讓它的 通過的光呢 是更多的 就是 我發出100%的光 那 也許我到最後 我還有70% 我還有80% 80%的光 到我眼睛上面 那這整個亮度跟 顏色的顯現程度 就會有所改善 那這個微透鏡 大家都 就一直聽到微透鏡 微透鏡 它到底有多小 有多微呢 就以LG他們官方的文件講說 在一個77吋的 電視上面 它有 42.4 B數量的微透鏡 我當初對B這個數字 我還 沒有什麼概念 我想說 42.4 是億嗎 結果我換來去查一下 原來Billion它是10億 的單位 所以42.4Billion 其實它是424億的一個微透鏡的組合 然後在這個 77吋的電視 我都幫大家計算好了 就是 以77吋的電視大概 171公分的寬 高度將近100公分來講 也就是每平方公分 你有250萬個微透鏡 我當時算的時候 我還想說 我是不是計算機 按錯 這個數字不管是 250萬 或者是25萬 或是2500 我都覺得 都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數字 所以在這樣微觀的一個工藝製程之下 LG有講說這個東西其實是不太好做的 所以呢 今年 今年度的G3電視 其實它是有用上這個MLA的一個結構 也因為用上MLA這個結構 所以 今年度的G3的亮度跟以往的差異 我覺得是 真的是差蠻多的 因為 因為我去年有錄過一個G2跟C2的一個 算是 比較的短片 那時候很多人覺得說 C2跟G2的差距 看起來好像 不是那麼的大 那時候很多人買G2是因為說 它有5年的一個面板的保固 那看起來做促銷折扣下來 也許跟C2的價格沒有差距那麼的大 但是今年的話我覺得狀況就不一樣 今年的G3跟C3其實我覺得在 亮度上面它是有一個 比較大的差距的這樣子 好啦那我們講完這個 從剛剛講的就說LG它這幾年在 這個OLED結構上的一個發展與改進 那加上說這個今年度的一個算是爆炸性的 MLA的微透鏡陣列的結構之後 那來跟大家聊一下說 當然還是要介紹一下外觀啦 就是 我直接直觀的跟大家講 今年的G3跟去年的G2 外觀可以說是幾乎就是一模一樣 那 G3整體的結構來講 它是一個比較厚的邊框的 就是它邊框比 C3來的厚 它的 G3的邊框如果用硬幣來講 大概是7個 10元硬幣堆疊而成 但是呢因為G3它有著一個這個 算是零件系的壁刮架 就是G3如果你要桌放的話 你是要另外買桌放架的 然後G3尺寸也是從55吋65吋 然後桌到83吋 它沒有比較小的桌放的尺寸 那 對於這個G3的零件系壁刮來講 就是它可以更服貼於牆面的 得到一個算是視覺上 更震撼的一個薄的感受 但是同時要提醒一下大家說 因為你在接的時候 你的電視是要接電的 所以這個零件系壁刮架 也是要考慮到 假如說你電源的接頭 是裸露在牆外的話 那你的零件系壁刮架是沒辦法 就是會抵到那個電源的接頭 它實際上沒辦法那麼的服貼 這部分就是要跟大家 跟設計師討論一下 那接著呢 我們來講C3 其實C3整體來講它的邊框比較薄 大概是 3個半 10元硬幣 差不多 然後呢 但是它後面有一個 書包的結構 所以相對來講 它 就是看起來比較 厚重一些 但是簡單來講我覺得 歐類電視 目前來講都算是 非常的薄 加上LG他們家的做工藝 也算是非常的好看 所以整體的電視在牆面上並不會給你 太過厚重的感覺 就是 但是電視的外觀我覺得這個基本上 還是要用特寫一下大家來看會 比較精準 好啦那講完就是 我們剛才講G3今年度有出55吋、65吋、83吋 C3的話今年度是有從42吋、48吋、55吋、65吋、77吋 那 特別要講一下說 LG他們家的一個 小尺寸的電視是有人把它拿來當 尤其42吋是有人來當電腦螢幕使用的 那為什麼可以 這麼做或那麼多人喜歡這麼做呢 其實是因為LG他們家的HDMI接孔 C3跟G3都做到4個 HDMI 2.1的一個滿寫的接孔 那這樣滿寫的接孔有什麼優勢呢 就是在於說第一個 你可以接到 假如說你有電腦啊 你有PS5啊 你有Xbox 你是可以全部接滿的 並且你可以獲得一個4K 144吋的這個 算是 滿寫的一個感受 同時呢 LG他們家也支援杜比世界 所以你目前應該 在市場上他是唯一一台就是 假如Xbox 可以規格全開的 那 另外還要講說 他也是唯一一個 就同時支援這個 NVIDIA的 G-SYNC 以及 Freesync的技術 所以 假如你是使用RTX4090顯示卡的朋友 你也可以接到 這個LG他們家的 C3或者是 G3 OLED上面 去獲得一個 算是極致的 電玩的感受 那同時還要稍微提一下 LG機能當然他們的一個 你說 硬體上面 MLA透鏡之類的改進 同時他亮度上面還有一個算是 演算法的改進 因為他用上了新一代的這個 Alpha 9第6代的晶片 當然其實 電視每一年 更新用新的晶片 這好像就像手機一樣 是沒有什麼新奇的 那他帶來的影響就是說 他講到新的一個全新的演算法 叫做Meta Booster 其實這個東西 亮度的演算法 大家可以想證明說 你今天你在拿手機 攝影的時候 那你從室內 燈光很亮 那你到外面 都是烏七八黑的時候 你看那時候手機是會做一個動作 就是他會把這個漆黑的晚上 他去做一個亮度的 提升 讓你整個畫面看起來就是室內的 有燈光的地方到室外的時候 他的亮度差異呢就是看起來也是舒服的 其實呢這種 算法 就是跟現在我剛剛講的這個Meta Booster很像 每一家廠商做的就是說他要在這個 算法過度 亮度在過度的時候要讓你看得很舒服很自然 同時要 該有的張力動態的表現就要做出來這樣 所以 LG他們家的有強調說他們今年新的算法對於這個亮度的感受 對比度的感受 也是有加強的 那同時呢還要講一下說 LG如果今年 他們家有新增的功能叫做智 你可以說他叫智慧調色嗎 就是 以往大家都會講說 強調色準強調這個 標準色強調標準色 但是在現在LG 也許他在市場上的行為看起來他覺得說 標準色那可能是在工業上或者在影片剪輯上的 就是工廠生產的時候那個是必要的流程 但是對消費者來講 什麼樣的電視什麼樣的顏色是最適合你的 這是現在的電視都想要做 尤其現在還有AI的技術 所以很好玩就是說今年的這個LG C3 G30你可以藉由一個 還有會打幾張那個 算是樣本的圖片 那假如你去選擇的時候 藉由你這樣選擇的過程中 LG電視他就會調出一個 最適合你 就是你最喜歡 最偏好的一個顏色 這點我是覺得比較有趣 那當然像說LG他們家有一個算是 滑鼠的遙控器 我相信這個就是一個 LG家的經典 當然你也不會因為是因為 他們家有這個指哪打哪的遙控器 你就去買C3跟G3 因為 他們家的LG其他款電視也是有支援的 那不得不說就是 很多人會覺得說 做一個這個 好的遙控器有那麼難嗎 但坦白說 你在目前另外兩家友商上面 你是看不到這樣的一個遙控器的 而且如果 真的要講的話 以目前 用手機當做一個App遙控來講 我們先不講 Sony因為他沒有做App 三星有做SmartSync 但是他的App操控起來 我覺得基本上是不可用的 但是以LG家 的SyncQ來講 我覺得他做的 就是 我覺得很好笑的事情就是物聯網 物聯網這個東西 其實從 我不要說十幾年 從20年前 就開始在講 但我覺得 目前 真正能做的比較 堪用的 就是 把手機App 控制電視 控制家電 做的一個比較穩定狀態的 我覺得那還真的是 就非LG他們家莫屬啦 所以呢基本上 他的操控 就是 以這個目前的件事來講 算是 這個界面 舒適度 我覺得算是1等1的 好啦 那接著講完他們 就是這幾個一些 經驗度的C3 G3的一些 算是改進之後 我就要跟大家快速來聊一下說 G3跟C3到底 經驗度的 視覺的差異在哪裡 首先來講就是 G3因為他亮度比較高嘛 那G3亮度比較暗 這個事情大家都知道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看一個 假如說你看一個夜晚的場景 他是比較沒有屬於 燈光的亮度 沒有一些燈泡啊 沒有一些煙火啊 沒有一些火光 那這個時候你會覺得 C3跟G3他的整體 不管是人體的膚色 那整個場景的表現是 差不多的 但是呢這個事情只要遇到了 有白天的場景 那這個事情就完全改觀了 因為白天的時候 會有陽光比較高光的那種亮度 第二個是在於說 當這個陽光打在人臉上的時候 整個人體的膚色來講 你會覺得 G3更加紅潤了一些 那C3來講 這時候就覺得 人體的膚色就比較偏冷 那我覺得這個你再找一些 白天的場景 這個差距的 表現就會整個跑出來 但是總體來講 我覺得這 兩個價位帶的電視 是 有價差嘛 然後 G3是五年的保固 C3是兩年的保固 那當然大家要去做一個 權衡這樣子 就在預算單內 怎麼去挑你 最喜歡的一個電視 那當然這種東西其實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 還在於說 你要去現場去 去挑啦 去看你才能 做一個比較好的感受 有些觀眾朋友會說 為什麼要去買一個 那麼貴的 我的電視 我要買到那麼貴的電視 為什麼 我又看不出來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 給消費者做一個實驗 就是 我會測驗他兩個題目 第一題就是拿一張我的照片 跟拿一張彭玉燕的照片 我就問他說 請問這兩個人你覺得 誰比較帥 那我相信 200%的 這個觀眾朋友 就是馬上就選了 這個彭玉燕 好 那第二題呢我就會問 這個消費者講說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那跟我 誰比較黑 那我相信這個呢也是 200%的觀眾朋友 馬上就選了歐巴馬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答得出來 這兩題的觀眾朋友 你基本上 你在 第一題這個彭玉燕跟我的比較 其實你就對於這個審美觀 膚色 人物 五官的結構比例 你就是有了審美觀了 第二個 我跟歐巴馬 你的暗量跟暗的一個比較 你也有概念 所以基本上你是分得出來 這些元素了之後 你也分得出來 電視的好壞 只是在於說 你有沒有 用心去感受 你有沒有去接受說 你 你真的感受出來一台好電視的差異 以及你有沒有這個預算 這個慾望去買它這樣子 好啦 那以我來講 為什麼 我會推薦消費者去買一台 歐類電視呢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是喜歡玩遊戲 像我之前有講到 你喜歡玩遊戲 歐類他們家的絲滑的這種程度是 無可比擬的 而且我覺得LG家的 他們一個運動補徵的算法是 比較激進的 大家聽到比較激進 好像這是比較負面的形容詞 其實我覺得 並不算是 為什麼 LG他們家的一個 運動補徵的算法會讓你覺得 你在看一些日常的 不管運動啊 或遊戲來講 你會獲得一個 極致絲滑的畫面 當然這樣比較激進的算法 在某些場景下 他會有一些瑕疵產生 但是我覺得 大部分 百分之八九成的 場景下去 使用的時候 你是覺得 歐類電視配上這個算法 他的感受起來就是 極致的絲滑 非常的絲滑 不管你是玩遊戲 你開槍射擊 或是你看運動的場景 假如說運動比賽 打籃球 踢足球 或網球 絲滑的感受 跟一般的 迷你LED 跟一般的LED電視 我覺得 那都是 完全兩個 不同的世界 加上今年 很多人的 刻板印象 就是會講說 迷你LED電視 就是會比 歐類電視來的量 可是大家要看看 我現在身後的 這個QLED86 它是一台 迷你LED電視 但是我右手邊的 G3 它是一台歐類電視 大家有沒有覺得 G3其實比 QLED86 還來的量 所以在未來 也許 歐類OLED 跟迷你LED 有人會說 歐類OLED就比較暗 迷你OLED就比較亮 但也許 以後這些 名詞 不再是 決定他的 也許他會有 某些特徵 但是 你說歐類比較暗 這個事情 在以後會成為一個 定律嗎 我覺得也不一定 但最後重點還是說 你作為一個消費者 你到底能不能 分得出來 就是說 你都不要管那些電視的 技術 不要管那些名詞 你本質上 也分不分得出來 這幾台電視 畫質上的差異 以及呢 你是否 看的場景 是 就是會遇到這些電視的優勢 這樣子 好啦 最後還是建議大家說 如果你要買一台 這個 這個LG的OLED電視 可以來到我們 賣聲音音響的門市 去做挑選 因為同時 我們有 Sony家 最旗艦的 這個 OLED系列 然後同時還有 三星的 旗艦級的 這個 QD OLED 然後還有 Sony他們家 這個 LG他們家 今年全新的 這個 G3 MLA 微透鏡正列的一個 加持 就是如果大家要 感受到這個世界上 最好品牌 最好的電視 建議大家 一定要來賣聲音響走一趟 親眼感受一下 我是Alan 這次的節目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